孟建柱跟王岐山是只有七个知道 是在中南坑是对面办公室 每天研究 据孟建柱的一个情人告诉我说 孟建柱现在最后悔的当时没把习做掉 他们当时没做掉习原因是啥你们知道吗 当时担心做掉习 当时国内动乱 当时控制不了 他们想到过反升到十九大把习干掉 就没想到习十九大赖着不走了 突然把宪法也改了 王傻了 而且告诉王岐山 你的事不少 我让你弄个国家副主席吧 终身保护起来 本来孟建柱是要当副主席的 而且孟建柱甚至是一定要进班子的 孟建柱觉得大失所望 最后习是一招一招的把他人给他撂倒 爆料革命有没有改变中国 我可以告诉你们 百分之一百 没有爆料革命 没有新中国联邦 没有419 没有刚才你说的共产党的乌龙球 兄弟姐妹们 没有今天中国的塔西特 共产党的陷阱 和经济的威靡 和内部的政治斗争的如此残酷 不可能被消灭 今天419的五周年会告诉大家 是新中国联邦人 开启了不可逆转的灭共的革命 这功劳归属于所有的战友 特别是幕后的默默贡献的无数的战友 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新中国联邦人除了追求的信仰 和我们线下的行动 和看到这一切之后 最重要就是什么 永远不要忘了感恩 忘了我们背后的战友 他们才是我们绝有的力量 对台湾这种情报都能给我们 什么概念 什么概念